大家好,我是阿Dee,何啟華 今天為大家表演的是 《花式自殺》自我介紹的 三年半前,我憑著模仿劉德華先生 由一位又跳又唱又演的舞台表演者 轉戰成為一位影視表演者 是意外 我當時是這樣模仿的 Jerry,你知道吧 他拿來穿的,你要知道 穿慢了,那真的很嚴重 CUT 沒錯,我當時就是憑著這個樣子 成為我出道的第一印象 但不要緊,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我的籌碼從來不是在這裡 我的目標是要成為一位電影演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日思夜想夜思 日思思思想日思思想日夜的關係 那我又真的接到我人生第一部電影 《鴨王》 當時我回到家是這樣跟家人說的 我拍電影 《鴨王》 然後我媽就走出來 嘩,有沒有錢的… 然後我老大在旁邊 《鴨王》 《鴨王》 講的農場嗎? 近的呀,是愛情片 結果上映那一日 我爸爸是這樣的 你這個臭小子 你很怕不怕? 你學人拍咸片? 說,你露了些甚麼 我露? 我露了一把牙子出來 因為我演奏 這樣也好一點 要不然我會吊架 有一天我媽媽在房間裡偷偷地跟我說 你爸爸偷偷地進戲院看兩次 有沒有錢的… 不是,他沒這麼說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爸爸看了兩次的關係 就是這樣我接到我的人生第二部電影 通緝 這次我媽媽一衝出來 我就跟她說沒有預算 然後我爸爸在旁邊 我爸爸這次不同了 這次他沒有進場看 就在那一刻 我終於明白到 我爸爸為何看兩次《鴨王》 他看兩次的,不是看他的兒子 是鹹片 為何他沒有看同酬呢 雖然他沒有跟我說 但我知道 因為他不想再在大人幕面前 看到自己的兒子站在人群後面 他想看到自己的兒子成為一位男主角 還有我這一刻的夢想 是想跟在復活區的Alton 和未出來表演的Lokman 有機會透過這個節目 一起去美國 謝謝 謝謝 謝謝